好回到现场我们继续来关心 强台康瑞的最新动态 康瑞呢在晚间9点钟左右 暴风圈接触到台湾陆地之后 现在呢气象鼠预估 康瑞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就会从南花莲到台东一带登陆了 到时候呢他的暴风圈就会笼罩全台 风雨都会明显的增强 尤其是宜花的山区会出现局部豪雨 或是豪大雨 另外呢蓝雨绿岛可能会出现 17期的强震风 这个部分呢提醒大家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因此现在持续发布的是 陆上跟海上的台风警报 陆景范围就包括台湾的各地 以及外岛地区的澎湖金门跟马祖 海景范围则是台湾附近的各个海面 巴士海峡跟东沙岛的海面上 好目前康瑞的中心位置 透过接下来这张图 我们就带大家详细了解 目前呢他是在俄网壁的东南方 东南东方大约200公里的海面上 阵营每个小时28转19公里的速度 持续向西北转北的方向进行 他的近中心风速相当于16级风 瞬间的最大阵风就有17级风 目前你可以看到 他的7级风的暴风圈半径 不断的变胖 现在呢已经来到了320公里了 10级风的暴风圈半径 也有150公里 因此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 多加留意 接下来透过这张雷达回波图 我们就带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您可以看到目前康瑞台风 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的扎实 气象鼠的说法是 在昨天晚间观测到 可能出现双眼强的趋势 那么代表说 康瑞即将要开始进行眼强置换了 好如果真的让他置换成功的话 那么到时候这个台风的强度 可能会再增强 不过我们来看到 由于在台风的这个西侧 受到了一些垂直风切 还有干空气溢入的影响 因此呢 对流目前是有减弱一点点的趋势 所以说到时候 能否以这个巅峰之姿登陆台湾 还会出现一点变数 但是呢 可以确定的是 全台的风雨都会逐渐的增强 不过呢 如果这个台风在登陆之后 就会撞进了中央山脉 到时候呢 它的强度也会开始慢慢的减弱 因此呢 气象鼠持续提醒大家 务必要多加留意的 第一个就是强风的部分 受到台风的影响 蓝雨呢 已经出现了14级以上的强阵风了 因此呢 气象鼠特别提醒大家 在今天包含了台东地区 绿岛跟澎湖 也都会出现 14级以上的强阵风 另外呢 你可以看到 新北到高雄 从花莲地区 宜兰还有屏东沿海 恒春以及马祖地区 这个风势也是蛮惊人的 另外呢 其他地区也会出现 9到10级的强阵风 接下来还要来看到的是 雨量的部分呢 好雨量呢 我们先告诉大家 如果呢 到这个昨天凌晨 两点钟左右 出现较大雨量的地区 包含就是在台北市的晴天岡 累积雨量486毫米 宜兰县的鸳鸯湖485毫米 新北市的太平261毫米 因此呢 从这个数字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包含在宜兰花莲山区 其实雨量是紫暴的状况 我们来看到呢 在31号白天 您就可以从这张图 明显看得出来 包含在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雨势都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好另外呢 如果从这个 31号白天 一直到明天清晨 您可以看到 包含在西南部地区 还有就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雨势也是蛮惊人的 气象处表示呢 由于这个台风结构很扎实 而且环流很大 所以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都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 尤其是在东半部地区 会出现局部豪雨 等级以上降雨几率 发生的可能性 好当然在山区 累积雨量最多 由于山区这几天连日降雨 因此要特别提醒大家 务必要留意土石摊坊 还有土石流等等的危险 中南部地区 还有外岛地区 也会出现短暂险雨 因此呢 山区这几天尽量 还是不要前往 最后我们来看到 天气小叮咛了 从此刻开始 一直到礼拜五 台风影响台湾 最为剧烈 因此呢 海边山区都不要去 另外呢 在这个西南部的沿海 还有就是在花东地区的沿岸 要特别小心 很可能会有 爆炒的发生可能性 以上呢 就这个小时的台风动态 提醒大家 务必要多留意了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 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宽馈清称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 全俏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靈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